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克里强调在南海东海对日安保承诺 前白宫高官表示美日领导层关系一番 美就业增长弱 美联储料持续退市 欢迎收看今天2014年2月7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的头条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7日在华盛顿会晤 克里强调美国在南海和东海对日本的安全承诺 岸田文雄则指出日本不会纵容中国威胁民航飞行安全的行为 美日双方也重申不接受中国化设的防空识别区 另外克里当天宣布在下周访问中国 克里与岸田文雄就继续提升美日安全关系 如何应对灾害以及朝鲜等地区安全以及全球议题进行了讨论 岸田会后向日本媒体表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晋国神社并没有被二人提及 克里强调美国在南海和东海将会按照美日安保条约 致力于对日本的安全承诺 美国也不会接受中国化设的防空识别区 安听委 文雄表示日本的目标是要与中国在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 建立互惠关系 这个大方向没有改变 但是对于中国通过胁迫的方式 试图改变钓鱼岛和南海现状的行为 日本将会沉着应对 他还表示日本不会接受中国化设防空识别区 也不会纵容威胁民航飞机安全的行为 安天文雄表示日美高级别官员交流互动频繁 未来将会保持高级别的无缝交流 另外会晤中美日双方还同意尽快完成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的谈判 安天文雄当天还与白宫国安助理赖斯 以及美国防长哈格尔会晤 日方一再邀请美国总统奥巴马 4月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相信这也是此次安天访美的主要议题之一 凤凰卫视 王宾如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美日高级官员近期虽然频繁互访 但美国前白宫高官葛林表示 奥巴马政府跟安倍政府关系并不密切 美国政府在处理日本事务上显得过度紧张 葛林预测 奥巴马会按计划 在4月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但他表示 安倍不会向奥巴马承诺 不再参拜进国神社 日本外相安田文雄7号访问华盛顿 在此之前 日本副外相安信夫 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国内郑太郎相继访美 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 副国务卿伯恩斯近期也前往日本访问 不过美国日本问题专家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葛林表示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缺少知日派人士 美日政府的关系其实并不密切 日本与韩国近期都在争取奥巴马四月对本国进行访问 葛林预计 奥巴马将会按照计划 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再追加一天访问韩国 葛林认为 在美日首脑会晤期间 安倍不会向美国承诺 不再参拜进国神社 不过葛林指出 安倍短时间内不会再进行参拜 因为日本国内大部分民众并不赞成这样的举动 也不希望日本与邻国的关系继续恶化 损害日本外交 美国一月份失业率降到6.6%的五年新低 仅新增11.3万个工作岗位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 失业率已经逼近美联储6.5%的加息门槛 职位增长若持续疲软 将对美联储的沟通造成压力 不过这份报告不会对美联储退市计划造成太大影响 根据美国劳工部7日的数据 今年1月美国失业率继续下降到6.6% 创下五年新低 劳动参与率稍微回升到63% 但仍然是35年来的最低水平 非能部门仅新增了11.3万的就业人口 连续两个月弱于预期 上个月新增就业人口也只被上修至7.5万 都远低于去年每月平均新增的19.4万人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相较于去年12月 1月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小 包括制造和建筑等行业的雇佣都有所提升 制造业就业好转 也缓和了市场对美国制造业下滑的担忧 政府裁员对1月份数据影响较大 相较于私营部门增加了14.2万个工作 政府部门则削减了2.9万个岗位 分析认为尽管1月的就业数据不佳 仍不会对美联储退市计划造成太大影响 不过6.6%的失业率 已经逼近美联储6.5%的加息门槛 就业增长若持续疲软 将对美联储的沟通造成压力 美联储新任主席耶伦 下周将到美国国会进行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 预期他将重申 美联储将逐步退出量宽和长期维持超低利率的利差 凤凰卫视李卓军赖大力华盛顿报道 来看看在拉美和加拿大有哪些重要的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卓军赖大力华盛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卓军赖大力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来 近日 南加州大学枪击案两名遇害留学生父母 在媒体会上感谢各界支持 并希望校方履行承诺 据美国洛杉矶高等法院判处 枪杀南加州大学两名中国留学生的 以犯罪嫌疑人布莱恩终身监禁后 六日早 遇害留学生取名和无影的父母 面对媒体时 希望南加大可以尽快履行承诺 将遇害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总计十万美元退还 并且希望校方把为两位学生设立的基金会 用在中国大陆帮助更多年轻人求学 其次 他们表示对南加州华人社区的感谢 我是411受害者家长取名的父亲徐万志 这位是取影的那个无影的父亲吴希勇 这位是无影的母亲 也美男 我的太太因身体状况已经来不到今天这个现场 吴远和俊明的案子初步有了个结果 其中一位主犯已被判无期徒刑 受到了法帝的严惩 两位孩子的在天之灵得到了慰藉 在此 我感 我们感谢洛杉矶警署 洛杉矶检检察院 洛杉矶法院 中国 驻洛杉矶领事馆 南加州大学学生会全体师生 美西南学生会 义务为我们提供法律援助的 邓宏律师事务所 以及所有关注此案的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 尤其是今天到场的各位记者 对我们此案的关心和知识 表示深深的谢意 案件暂时告一段落 义务法律顾问邓宏律师感慨此案 从发生到判决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能够如此快速地为两个孩子讨回公道 离不开华人媒体与社区的共同努力 子弹打出去的话有弹销 也是也没有了 所以这些证据 唯一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里面的话难度非常大 在这个情 并且的话是深夜 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 所以的话 在社区的压力之下的话 LAPD派了中安组来调查这个案件 一个多月之后 我决定起诉这两名嫌犯 在社区的压力之下 他们要求追诉无期徒刑 在社区的压力之下的话 罚官判罚他无期徒刑 王浩王作为前USA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 也是学生代表对此事深表痛心 特地到场通过媒体呼吁加强安全教育 很多就是今年或者刚来的学生 可能还是对USA这种希望不了解 他们和这边的安全情况和国内的不一样 我就希望以后 不管媒体 学校各方面 能继续加强安全教育 让他们始终知道安全是第一位的 也了解洛杉矶的实际情况 哪些是安全的区域 哪些是不安全的区域 邓宏律师也奉劝 正在送孩子到国外留学的家长们 要重点培养孩子们的安全意识 不要让此类悲剧再次重演 凤凰卫视前立涛报道 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颁布新规章 用来制约生产婴儿配方奶粉的厂商 必须确保产品安全 以及营养成分需符合当局规范 经过近20年的研究 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本周宣布婴儿奶粉新规章 要确保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在分销产品前 必须检测其中是否含有沙门氏菌和其他病原体 同时规定中还要求这些生产婴儿奶粉的厂商 必须要向食品药物管理局证明产品内包含特定的营养素 像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尽管大多数婴儿奶粉公司都已经遵守这些做法 但透过明文条款将有效确保新推出的婴儿奶粉以及产品 也都符合这些规则 而透过新法规也让食品药物管理局 更能有效监控这些厂商遵守以上规则 婴儿奶粉上市时虽然不用经过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 但得含有特定营养成分 但至于制造商则必须要向FDA登记 而FDA也会每年一次检查奶粉生产厂房还有产品 凤凰卫视饶响以李战青加州报道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美国上月的失业率持续下降到五年多的最低位 但值位增长连续第二个月远差过预期 令分析师相信经济增长失去动力难以创造就业 不过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费希尔认为 两个月的数字都是受到严寒天气影响而已 美国一月份的非农业职位只是增长11万3000个 远差过预期 不过失业率持续下降只有6.6%低过预期 有分析认为数据进一步印证经济转弱 联邦储备局可能要放慢减少买债步伐 不过费希尔强调货币政策不会受到单一数据的影响 美国著名连锁食品店赛百味在面包中使用化学添加物 偶荡二甲硫胺简称为ADA 以增进食物口感 ADA易用于增加橡胶的弹性 是美国官方认可的食品改良剂 但有致癌之余 在6万多名消费者的连署抵制下 赛百味表示将停止使用这项成分 据报道赛百味在声明中说 停止在面包中使用ADA的工作正在进行 而且不久后就会完成 但赛百味提到 该食品是美国食品医药部管理局 以及农业部核准的添加物 此外ADA分解后的另种物质安静药 尽管其风险小到可忽略 但在老鼠实验中正识 它会引发肺部及血管癌症 美国农业部6号宣布 将在今年投入3000万美元 用于12个州的森林修复 水质保护以及改善野生动物息息环境 美国林物局与自然资源保护局 将在未来数年展开合作 致力于修复全美的森林流域 生态系统 今年将首先投入3000万美元 用在12个州的森林再造 降低野火威胁 水质保护以及改善高危 野生动物息息环境 据悉 这一生态修复工程是奥巴马政府 全国气候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目标是降低碳污染 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并保证美国未来有更清洁的环境 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 联邦公务员每年人均休病假11.5天 报告指出尽管库务委员会主席甘李明报告 公普每年病假天数18天 那是因为他将因工商与无新病假天数计算在内 他估计2011-12年度 有新病假成本达到了8.71亿元 比10年前的估计值上升大约68% 其中已经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但预算办公室也称公务员人数和薪资增长 有新病假天数增多 都是引致病假成本过去10年加倍的重要因素 而各部门的病假使用也有巨大差异 放尾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组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决定指出将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保持基本一致 基金筹即采取个人机集体住政府补的方式 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 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 会议要求要整合资源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还是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给您带来财经和社区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五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五虽然是收到了相当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 也就是劳工就业人数在月份增幅非常的弱势 11万3千人 远远不如市场预期在18万人围墙 但是市场不跌反升 而三大指路最后收盘的时候都是升幅增强 标准佛罗500指数更是走出了自去年10月份以来 连续两天的最好的单日升幅 市场基本上对劳工数据还是进行正面解读 认为是失业率又明显下降的走势 而且参与寻找工作的人数也有上升的趋势 就是显示目前的经济增长状况 还是能够经得起联储局收窄量宽的政策方向的 那么同时影响市场走势的还是公司盈利小几方面 苹果公司在星期五出现 明显上主要该公司宣布在回购140亿美元的普通股股票 穆迪公司也在星期五有业绩出台 他们最近一段时间是盈利相当的看好 所以股价大幅上升4.2% 创出了他们的历史新高的股票价格80块02分 所以这些消息对股票市场都有相当证明的影响 不过投资人也关注的是 美国债务上限期限已经在2月7号到期了 那么现在财政部虽然有些措施 还能够调动一些资金 但是财政部也表示 这些调动资金偿还债务的方式 最长能够延续到可能是2月27号 所以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提升债务上限 不过这些消息对市场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 总来说三大指数在星期五走势是相当的亮丽 都是高开高走上升左手 以上是星期五期高峰会是庞哲 纽约报道 一起来收看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北美出身 厨神真文达30年来通过电视节目 成功将中华饮食历史文化推广到全世界 厨神真大厨首个温哥华座谈会 也吸引大批民众到场 手起刀落 看似平常的食材 在厨神真文达的咸熟刀法下 细如发丝宛如艺术品 80年代初 在北美主流电视台 主持长寿美食节目 《烟看克》真能煮 首次把中国厨艺和远远流长的饮食文化 透过幽默 亲切 简洁的风格 介绍到国际舞台 此次 首度到温哥华举办 中华餐饮文化产业发展座谈会 郑大厨表示 其实我们这30年来 当中国的饮食文化 不单只是北美 还有全世界英语的频道 英语的媒体 推广了中国的饮食文化 主办方 台平洋远景发展基金会主席 余磊补充 温哥华族裔多元 东西方文化交融 通过中华美食 推广加拿大特色 是未来发展新趋势 我们来做到一个报团的经济 报团的发展 那么共谋在北美的餐饮事业 能够走向主流社会 走向世界来做一份贡献 呼应全球健康瘦身饮食风 郑大厨不忘现场奉送名言 You can cut, so can you 凤凰卫视 祖克勤 吴景 温哥华报导 凤凰卫视每周台北美华诗电影公司 携手推出浪漫情人节抽奖活动 只要在2月14日之前 登陆凤凰卫视每周台的网站 www.iphoneus.com 填写抽奖信息 就有机会赢得由华诗电影公司 提供的情人节华语大片 北京爱情故事门票 2月14日和心动的台一起度过浪漫情人节 详情请登陆www.iphoneus.com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凤凰每周新闻的全部内容 记天气预报和广告之后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今天的天天话题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凤凰每周新闻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地驼表华人独家代理李新华翡翠京城 想更好迈进StayFarm 世界品味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